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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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给个荣誉称号 所以就给他封了神 做天洗星 专管民间嫁娶喜事 二 前期的周王做了很多善事 比如有史雕记载他从小资质聪明 天生体内过人 如此才得到父亲弟弟的喜爱 弟已死后 传位于周王 他即为后 实行人证 重视农业发展 体察民情 爱民如子 后来周王讨伐东乙 把领土开 踏至今天的江淮地区 征讨徐乙 把领土扩展至沿海地区 还出兵东南乙 扩大到东南地区 为了答谢周王的开疆拓土 新建立的周朝 也要给他封个神 喜事为啥让伤 周王专管民间嫁娶习事呢 其实 这是周朝对周王的讽刺 在周朝的舆论中 周王迷恋女色 从而让民不聊生 民间才一起 周王朝才行正义之事灭伤 所以 将伤周王让民不聊生的事情 归咎到女人打击的身上 奉行了女人是祸水的古话 因为迷恋女色 那肯定对于男女之事非常了解 用今天的话说 周王就是辽媚的大拿 所以 周朝才让周王做了辽媚的神 关注民间嫁娶 美其名曰天玺星 实际上 周朝之所以让周王做天玺星 实际上是对周王的讽刺 时刻提醒臣民 伤周王不是一个好东西 周王朝的建立是合法的 正义的 参考资料 太平预览卷83 黄王部八地宙 风神演绎 作者 每日汉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某个方向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